环环到新闻最聚焦 大陆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在 台商外资从大陆撤资撤厂的情况越演越烈 有台商私下保守估算 近两年从大陆撤出的资金超过了500亿元新台币 在东莞一带到处都是限制厂房 无人印的空地 就连围绕制造业的服务产业也是逐渐萧条 东莞这个原本在中国出口排名第三大城的珠三角城市 面临到的危机正是台商当前的困境缩影 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选择另辟战场 或者干脆收起不做 我们带您聚焦探头 办公用具堆满整个街道任由日晒雨淋 位于东莞Nokia厂房外 工人把办公桌直接当街摆卖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需要使用了 空厂房了 我们来之前设备全部都搬走了 只是那个桌桌一块 大大的微软招牌依稀可见过往繁盛景况 如今却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 微软宣布关闭北京东莞工厂 全数反潜越南 日本西铁城集团 也就是星辰钟表 为广州的生产基地突然停工 日商Panasonic Toshiba全面撤出 这边港资厂区贴着厂房出租的横幅 贴了好久但就是罚人问津 2014年底台湾东莞新鸿鞋厂等十多家代工企业 纷纷破产 密集出现倒闭潮 空荡荡的街道 商家行人零零落落 一点也看不出 这个地方是过往号称世界工厂的东莞街道 工厂搬迁 已经成为东莞的新常态 据官方统计东莞外资厂房 2014年管比高达428家 各有台商估计 2015年中国年后 东莞约有一半的台资企业 官场或转移 对比东莞高峰期间超过5000家台资企业 现在只剩下2到3000家 就看媒体报道 两年之内从中国撤资的金额高达500亿元 影响行业包括制鞋 家具 成衣 传统电子加工 大陆劳工薪资以每年15%到20%的速度成长 平均3到4000人民币的工资是东南亚地区的3到8倍 工资高还不达紧 企业额外缴交的五险一金社会保险 从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到住房公积金居然占工资比例 少则22% 多则将近50% 连中共官方都承认 大陆五险一金的费率为北欧五国的三倍 东亚国家4.6倍 在181个国家中排行另类第一 也因此衍生出无数的劳资纠纷 更牵连守法的台资企业 5月13号 中共公安疑似介入台资新全轮罢工案 9名工人代表被抓走 工厂强行出货 多名工人受伤 5月19号 东莞虎门镇入资华高服装 百名员工担心资方擅自重新注册登记 没有向劳工赔偿 群起抗议 却遭到大批警力镇压 大型罢工事件越演越烈 台商外企在大陆投资设厂 无形成本高增 这个为什么会造成 这些大企业经厂罢工的问题 因为他的一个无险益薪 一直在九几年开始订 然后2011年又重新再颁布 那现在又是新的一个规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我们的是员工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 加上来大陆有一部分的 他就叫做黑心律师 他就去闪动这个工人 那多谈多出来东西 那黑心律师他可以混到 所以黑心律师他都会去鼓动 在官方有意默许下 台商出口业做不下去 一者是干脆打包前厂东南亚 二者是拼产业升级转型 但专家就指出台商有内部外部不利因素 包括人才断层结搬问题 既有制造加工思维改变困难 而外部遭遇露气迅速模仿 恶意人才挖角 红色产业供应链的崛起 让台商芒刺在背 确实是因为受过去的英零模式的影响 等到他想要做的时候 人家已经出来了 他现在都在批评 他是一个叫做红色供应的 这才是今天最大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说 韩国跟他签略 其实不严重 所以他是怕大陆本身的企业来取代理 周低接代工技术遭低价抢单 台商即使投资升级 也只能赚得薄利 最后只好连同供应链厂商 一起撤住中国 多管街上 石板印刷货运业倒闭的公司难以计算 严重冲击当地的实体经济 美国这个统计 就是说一块钱的制造业产出 它会带动一块四的服务业 同样的嘛 如果你的产业出走了 它也会让你的服务业萧条 这个到底就是一样的嘛 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为什么大家会看好越南 或看好印尼 或是比如看好玻璃宾 所以因为如果说 大陆也移台商移 那这个移移出来之后 到那个地方的供应链才好 才有办法出来 中共寄出腾龙换鸟政策扶植产业 但龙子里少了台商外商 这样的鸟又如何进行整体产业升级 对照大陆新常态 5% 6%的下行经济 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也难怪大陆官媒频频消毒 国务院62号文突然出现转环 看来台商这只鸟 中共短时间内 还是会紧紧抓着不放